第八十屆金球獎成績出爐 我國著名演員丹斯里楊子瓊 憑藉著電影《瞬息全宇宙》 第一次入圍金球獎就問點影后寶座 勇奪歌舞及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国家元首和元首后 发文恭贺楊子瓊 大赞楊子瓊的成就 证明了国人也有能力 在国际舞台上竞争 并取得成功 凭着《瞬息全宇宙》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中的妈妈角色 第一次入圍金球獎就一击击中 入行影视界40年 丹斯里楊子瓊问鼎金球獎以后 夺下第八十屆金球獎的歌舞及喜剧类最佳女主角 成为金球獎史上第二位亚裔以后 今年六十岁的他在获奖的那一刻 难掩激动神情 40年 我还没有让这些人放在一起 所以快速地 谢谢Hollywood Foreign Press 给我这些赴兰 它已经是很浪费的旅程 很浪费的旅程 今天要在这里 但我觉得是很浪费的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和元首后东姑阿兹沙阿米纳 也恭贺杨子琼成功缔造历史 成为我国第一位问鼎这座奖项的演员 根据国家皇宫今天下午在脸书发的文告 元首康丽也为杨子琼的成就感到无比开心和自豪 感谢他让马来西亚响彻国际舞台 他凭借40年来的斗志 努力和奉献精神 成功证明国人也拥有在世界舞台竞争 和取得成功的实力 陛下亢利最后还不忘祝福他 心想事成 蒸蒸日上 今年金球奖的大赢家 有最佳戏剧类影集《龙族前传》 最佳喜剧音乐类影集《小学风云》 和最佳迷你影集或电视电影《百灵花大饭店》 最佳导演颁给了法贝曼造梦大师的导演史皮宝 他在上台领奖时 全场更是起力为他欢呼 这部电影也同样摘下剧情类最佳影片殊荣 至于《终身成就奖》 则是由曾饰演多个同性恋和变性人角色的演员 瑞恩莫菲获得